要爱就表白 蓝桃花别摘 你穿冰的鞋 也不输姿态 少女性的青睐 未必须用心作怪 那个假面让你期待 一个心跳也别浪费 一个恋爱 一句情话也能绽放 一片花海 不怕多被动的你害 害羞还是避开 等我把刀雷好领带 Yes I do 别爱你就来 有点你就爱 我不停腕子脚逃避 拜拜 我会为你stand by Yes I do I do I do Oh yes I do I do I do Yes 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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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乔 这次的人豪具品加局展 做得非常精彩 公司领导对你非常满意 给你透露个内幕消息 公司准备在法国开一个分部 想找得力的人过去做经理 这可是个独巧大梁的机会 瞧不瞧去 经理 谢谢您这么好的机会想着我 真是这个 好机会 不过 我可能去不了 为什么 这可是法国 干咱们这行呢 多少人都想去呢 我可只先通知你了啊 你要不去 我可就找别人了 王总 法国一直是我 梦寐以求想去的地方 只是现在 我跟我男朋友的感情 发展得很稳定 离开可能不太好 年轻人 就应该出去闯一闯 嫁着我男朋友一起 说不定回国混得更好呢 可是他 先别着急答复 回去好好想一想 好 方医生 我还想给您打电话呢 那个您开的药啊 我朋友已经转交给我妈了 我还说呢 赶紧给您打的电话 赶紧谢一下您 这不现在手头一直忙吗 是啊 昨天听你朋友说了 你这一心铺在事业上 经常费紧忘事的 我就是想打个电话告诉你 这事业重要 身体也很重要 现在三十多岁 因为过劳而死的人很多 所以要注意劳逸结合 要是这两天有时间的话 我们最好约见一下 我给你一些保鲜品 顺便给你详细地讲一下 养生的知识 谢谢您 谢谢您 那个 什么 方医生 我呢 有一些话想跟您说 不然您现在方不方便 方便 你说 就是我 那个什么 您稍等 我先接个电话 马上给您打过去啊 好好好 那那你先忙 好 我抱歉 喂 齐总 咱们从斯里兰卡进的那批货 出了点麻烦 现在被海关给扣了 什么 什么 好 别害怕 好 好 好 怎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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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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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怎么了 晚上我能去你那儿坐坐吗 Like,这枝子我没有来 你 你怎么是裴先生呢 你是贝贝小姐 我 我不是贝贝小姐 那我也不是裴先生 那裴先生呢 裴先生 裴先生 好像是去找贝贝小姐了 那你是谁啊 我啊 我是裴先生的朋友 朋友 对 朋友 你好 孙孙 老板 能不能讲究一点啊 这凉菜没上就先上你热菜来了 你这放凉不就成凉菜了 你在什么态度 对不起 我们这儿只卖口味 不卖服 这要不是顺道 这一盘菜我都不再端了 以后打听清楚再上门 可是我这四九成都吃遍了 还没见过哼成你这样呢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可是我花钱来照顾你生意 哥 哥 别生气啊 哥 哪里这么做生意的呀 您稍等一下啊 来 东北 来来来来 二位哥 尝尝这个 我送您的啊 这我们店啊 新进的货 新进的 您尝尝 这酸奶唾唾啊 我什么酸奶没喝过呀 这不一样 这个味特纯 而且没有添加剂 送您 另外呢 待会儿我们再送您俩小菜 看看 看看老板娘多回来是 好好跟人家学去 那您慢点吃 来 我们吃 两口子差点这么大 是吗 思思 你可以把你的眼镜 拿上来吗 为什么 因为我不好意思面对你 看到我的厉害吧 中国病法 用厉害吗 战继救激 用得不错吧 本来我还觉得挺烟吗 你这中国病法一出来 我也觉得咱俩扯平了 原来你也挺狡猾的 是不是 还害我刚刚摔一件 能扯平吗 我知道你在想死 虽然 有一些女生喜欢我 但是不会有那天那么多 太夸张了 真后悔教你北京话 问啥 你看你自己刚刚说漏嘴了吧 那么多女生喜欢你 所以你不能赖我 我的担心是有原因的 好吧 那我不要一直跟你解释 我不用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什么 看一下 干吗 什么 我会把这个照片发在微博上 让所有的人看到 这样子 你应该可以放心吧 这么有那么多人点赞 真的吗 你啊 你就不应该惯着他们 爱吃不吃 不能换了我这儿的规矩 你 你说你开个店 一天就来不了一两桌客人 然后都让你气跑了 你说你自己跟自己叫什么劲呢 丁子啊 我这家特色才饮 要的就是这个劲 明白吗 您这什么特色呀 你说你天天这样的自己开心了 人家客人都气跑了 真是 老板 来了 哥 买单了 多少钱 您稍等我瞅瞅啊 二百一 您给二百吧 你这烤的味道啊真不错 照你这手艺啊 横点应该啊 下回我们还来 得嘞 慢走啊 先忙着啊 这样也行啊 我先说两句啊 我先说两句啊 感谢重鹏同志 这几年来 对我的不离不弃 和在一地他乡的相知相伴 今天是我们俩做男女朋友的最后一天了 我也希望从明天开始 我们能携手共度 好多好多个幸福的午夜 那我也挣两顿了啊 首先 我也感谢你 选择了我 你的 纯洁 温柔 善良 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最美好的礼物 真的 多吃点菜 那尝尝 我觉得你们的手艺有没有进步一点 好 我看着这一桌菜 我就想 你说 以后的几十年里 我能天天吃你做的饭 我觉得我就是那世界上 最幸福的男人 你知道了 我最觉得幸福的是什么吗 是吗 我觉得我最最幸福的就是 你 我 我们俩 把最珍贵的东西都留给你一次 江子 是你的 好就好呗 你爱着我干什么呀 笑的吧 都咧到后脑勺了 你看那嘴 懂什么叫休闲爱死的怪吗 还有这屁个 他这么高调干嘛呀 什么意思呀 是不是想隐藏点什么呀 隐藏什么呀 真的恩爱需要隐藏吗 藏一藏不住啊 不是 后来还是怪我太傻了 就是因为亲信你之前的谗言 才会害得我几天睡不着觉 是要这么究竟 为什么爱得你呀 知道为什么爱得你吗 就是警告你 以后要再敢胡叫完产 胡说八道 调不是非 我就告你精神赔偿 我愿意说什么说什么 有能力我说什么 你别信什么呀 我呀 打死都不会信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 我现在信什么呢 我就信这些评论 这些评论我每条都看过 都是祝福的 然后还夸我长得漂亮 我怎么觉得不像夸你 今天啊 我教教你啊 什么叫透过现象看本质 这条评论你看过了吗 这条吧 帅哥 你单身这么久 我恭喜你终于找到了 还有这条 帅哥一直关注着你 没有女朋友 在想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最重要的是这一点 我追了你这么久 你也不理我好伤心啊 我来说 妹儿 通过这些评论 你就没杂捕出点什么滋味 看出点什么端倪吗 妈妈 我要通过这些评论 杂捕出什么滋味 总出什么端倪 我就应该是个神经病 跟你一样 等等 我没跟你开玩笑 你仔细地分析分析啊 一个像他人上条件 如此优秀的男人 这个岁数 这个模样 这个身价 一直单身 这很正常吗 他到了失婚年龄了吧 该不会是迫于家庭的压力 社会的舆论 而找一个 又单纯 又傻 又好欺骗的人 来隐藏一些 不想为人之的秘密 林芳芳 你确定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说什么 很简单 在现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时候 你碰上一两个 性企向异于常人的人 也很正常 你是说 我家裴哥性举向不正常 是不是 一两个 你碰上一两个 你知道什么 你这么知道 你 że实 są 那是个费却 我一直都可以 你就可以知道自己去 你不懂自己的 骂 feminist 不是 可是今天 今天这个酒 真是挺可疑的 叶儿 你都已经 等了这么 都已经见识这么多年了 也不然这几小时 在什么目的 我知道 其实我一直 一直在忍 往往想忍 可是 我见证你我忍不住 叶儿 叶儿 承邦 明天 我们就 成为真正的武器了 所以 我觉得 你们俩在结婚之前 应该 彼此的坦诚相待 有些事 就不应该 反正对方 不是 叶儿 你刚才说什么 坦诚相待 叶儿 不是 这么多年了 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什么时候对你 不坦诚相待了 叶儿 不坦诚相待 我跟你发誓好吗 我 我对你一心一意的呀 我说的不是你 你 不是 你 你怎么了 啊 昂雅儿 不是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哥 小乔儿那派对 你怎么不去呀 又不是一路人 去了聊什么呀 再说了 人家 不是机关的 就是外企的 你说我去了一介绍自己 刚跟老李顿了三年放出来 开了这么一个 半死不活的小店 佣子 我不是瞧不起自己 我就是觉得吧 没多的意思 你 我 你可以把自己变得和他们一样了 你要是成功了 谁还在意你过去怎么样啊 怎么着 姻子 你不能是今天专门过来 策罚我的吧 我没那意思 就如最近累了 想找人说说话 你怎么能不欢迎我了 不欢迎我了 你 你看你说的 能不欢迎你吗 姻子 其实吧 这人活着 本身就是一个挺累的事 每天都得忍着 藏着 伤怕 压着 伤怕被别人砍穿了 有的时候 是对外人 而有的时候 却是对自己最亲近的人 但这点 我比你死看了厉害 就拿咱俩之间的事说吧 你说 打你跟我说分手那天气 我一句为什么 都没问过你吧 是没问过吗 我就觉得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老爷们 既然跟那姑娘 跟你说分手了 再追着 问为什么 为什么 挺没劲的 但是其实你知道吗 我每天 三 二十四小时 我睁眼闭眼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三个字 为什么 你 我憋了这么久 还是给问出来了 这 林哥 我特别想知道一件事 就是 我在牢里那三年 那后你要是跟我说分手吧 特成长 搁谁谁都会跟你说该分 那会儿我记得你 就是死扛着 咬死的非要等我出来 谁要劝你吧 你还跟谁急 那会儿我特幸福 我就觉得 我王大宽这辈子 那我这么一个女人 死心塌地地等着自己 知道了 我就想着 等自己出来了 甭再折腾了 受受心好好过日子 可谁想到 我变好了 变老实了 你却铁了心要离开 这搁谁 搁谁都得蒙 是吧 哥 有些事情 表面上看起来特荒谬 其实深究起来 也特简单 你感动的是那三年 让我改变的 也是那三年 我等你不是一天天在家里坐着等你的 我是要到社会上去摩爬滚打冲锋陷阵 你看 以前我是躲在你背后的小女人 我什么都不用过来 可是你走了以后 我要去社会上我要去工作 我发现 原来世界那么大的诱惑 凭什么别人就可以过得那么好呀 我为什么就不可以 而且 我不是不爱你了 我是不甘心 我从小家里就条件不好 我看见别的女孩有的 那么多好东西 我也想要 我羡慕 哥 我这么说是不是太严重了 没伤到你吧 没有 不至于 这不挺好吧 该说的 全都在桌面上说了 挺好 今儿晚上 我能睡一踏实觉 好 那你不能见我吧 不能 盈子 你等了我三年 对吧 你知道这三年 对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吗 青春 青春 现在这个社会有几个女孩做得到 我能记恨你 你 牛啊 其实你说这些 我理解你 谁不想过好日子呢 你没错 是吗 英文 你他小 就管我小哥 我也会永远 把你当做 最好的妹妹 这里永远是你办个家 你要是 是 累了 烦了 想吃鸡翅了 你就 大大方方地来 别总是别别扭扭的 明白吗 你 你不是 你 你告诉我 你别不说话 怎么了 我 见过张亮了 张亮 不是 上大学追你的那个张亮 什么时候的事啊 嗯 就前段时间 前段时间是哪一天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想什么样了 然后呢 为什么要见他 他来找我 是因为 他现在过得不太好 家里出了挺大的事 然后生意又失败了 所以我拿了 一点钱给他救急用 为什么别的同学 你不借给他钱 为什么你告诉我吧 为什么单单是张亮 你要借给他钱 为什么 毕竟他以前也帮过我 帮过你 帮过你的人多了呀 他 他是 是他以前爱过你吧 对吗 追过你 毕竟 所以你要借给他钱 对不对 不是你想的这样 我想什么呢 只是借钱吗 我跟他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借完钱 对啊 谁 因为他还没收拾 对吧 他就得了 看着他 你能赶紧赧 还是吗 五า鲍哪 我都没有赶紧 我太过了 没有赶紧 他能赶紧赞 你赶紧赞 为了咱们赶紧赞 拉拉小手什么呀 有吗 有 想要拉我手 但是我没让他拉我手 拉上没拉上 摸没摸到 摸没摸到啊 好 我没问你 那你说 如果要是拉了手的话 可以抱一会儿吗 告 告别的时候 说不清楚 好 告别的时候 给了彼此一个 温暖的拥抱 然后 就没想亲吻你吗 没有 看着我 没有 就没想吻你吗 没有 要我 我会吻你 你 你 你干嘛 干嘛 你敢说他没有这么亲过 上大学的时候 谁不知道你俩想好啊 是不是我是那个第三者查组的 如果不是我出现 会不会你俩就好了 会不会 对啊 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 不是我想的这样 那会是怎样 为什么不选择告诉我 知道他对我好 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对他动过心 我爱的是你 我告诉你这样 这一遍 我想在结婚之前 把这件事情都说清楚了 我怕等我 分析了我之后 这样也得知好 这件事情 把你说不清楚了 我怕你误会 我怕你误会 你没想到会这样 你没想到会这样 明天 对 结婚证还是先不 别领了 对 你觉得法国怎么样 挺好的 多浪漫一点 没问你浪漫不浪漫 没说正经的呢 干嘛 你想旅游啊 那你就等我忙过这一阵 大家好像修完了 咱今天 美精打采的 公司里出了点事 有批货给海公子扣的 心中过气了 心中过气了就不办了呗 你知道什么呀 老师就让你以为 人家可口罩你 还高下跟我们签的合同 我们这样及时 不把口控给人家 李云基我得赔了多少钱 老师啊 我这经历就不一定当了 反正你们做的也 你们犯的也不是什么大事 原则性的问题 应该没犯吧 你们那过应该也是合格的 是吗 程过就是西红证 赶紧让他们给您补半价来呗 你说这事啊 我早就想过了 关键是什么呀 我平时我也没想到会出这事啊 相关人员我们一个都不认识 我都出事了找人家 谁帮你啊 临时报告就好 要不然 找你们那客户跟他们说说 你就跟他说晚两天 互相理解理解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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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都不懂 我就被博出下酒了 好吧 隔行路过山 我只能干着急了 那你也别太累了啊 行了 爸爸 先睡了 我 你不懂 我 你不懂 你不懂 我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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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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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好 行 行 你慢慢地给我打电话 别忘了啊 偶尔偶尔了 拜拜 进来 乔总 汪总找你 好 谢谢啊 坐 考虑都怎么样了 经理 我想好了 我觉得 我还是想留在国内 给咱们公司添砖加满 像你这么有才华的女孩 看为男朋友付出的 真是不多了 现在大家都是为自己考虑 可能 每个人有她认为 最重要的东西吧 不走也好 你要是走了 我还真舍不得呢 对了 经理 有件事我想问问您 不知道您 有没有在海关工作的朋友啊 还真没有 不过我可以帮你问问 那麻烦您了 您要是问好了 要是有朋友的话 麻烦您告诉我一声 好 谢谢啊 你今天不是去领证吗 干吗呀 你当老婆呀 你还得上班啊你 怎么了 我 怎么会这样呢 她这算什么呀 是你的朋友你为什么不能见啊 你借钱是你的事情啊 她有什么权利指责你啊 还以此为要挟不结婚 她疯了吧 她也没说不结婚 她就说 现在脑子特别乱 一时接受不了 要好好想想再说 她接受不了个屁啊 这什么人哪 你对她这么好 我跟你说 燕儿 你别哭 这女人知道该怎么办啊 我真的没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人 那你必须硬气一点 这种人不结也罢 而且你想想看 你还没结婚呢 她就这样 那要是结婚 她不欺负死你啊 可是 你也知道 我毕竟跟她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我不想为了这件事情 还闹得不可收拾 而且我是真的觉得 两个人将来要成为夫妻 那就应该彼此坦诚相待 没有秘密 我才这么做的 这是我没想到的 其实我也能理解她 毕竟她等了我这么多年 算了 算了 我不说这个了 其实 我今天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要跟你说 什么事情 我上午接到一个电话 是TCL市场部打过来的 他们目前有个挺大的案子 想跟我们公司签 那就要看 提供几个初步的方案 如果方案好的话 那就直接跟我们公司签 我就在想 要不然 我先不跟公司汇报 你来写几个好的方案给客户 如果这一旦中了 那就都是你的功劳 你觉得呢 可是如果不告诉公司 你会不会担风险呢 不会的 他们也不是特别着急 我要是不说 也不会有人知道 最主要是 每次都是你在帮我 没有 现在就是你最关键的时候 我能帮忙的 我一定要尽力帮 而且 万一这个案子包上去 莫总不让你们实习深座 那你不是白白错过了 一个机会吗 行 那我试试 我想说 然后呢 没然后 好吧 又变成了 借口 时刻而止的 温柔 连沉默也不能太久 也许在我斗坠 你摇头 在眼神另一种交流 可为何我们骗就缺了 那一件中情的理由 就是有那么一个人 就是有那么一个人 好有名义 爱一个人 这戒不了的冲 是划不开的门 爱不怕被忽略了的过程 就是有那么一个人 就是有那么一个人 好有名义 爱一个人 好我又不必问 好恋人不必等 爱的事 越趋弱再越感人 就是有那么一个人 就是有那么一个人 好有名义 爱一个人 好有名义 爱一个人 好有名义 直接不了的冲 是划不开的门 爱不怕被忽略了的过程 要不怕被忽略了 我还是不怕被忽略了 今宗好有名义 我们太直了 忘了 在神联系 他们全部都被忽略了 你拥有什么 这是一切